持续来关心南加州社区华人保险理财协会 最近呢在此举办了成立31周年的年会 不只呢庆祝场面盛大 面对川普执政之后 在保险理财方面可能出现了多项变革 不少专家也都提出了建言 提醒民众及早来准备 最重要的是来讲 未来的走向呢 我们觉得原来传统式的方式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必须要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那一站式服务包括呢 不管从保险啦金融啦 还有贷款啦房地产啦 我们通通我们可以完全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原来是从泛亚 那我们新成立一个泛语集团呢 是当做泛亚的母公司 就像当初Google 后面上面成立一个Alphabet一样 好 胡振国表示呢 美国的保险理财产品年年都有细项的变化 因此经营会常见到来自中国的顾客质疑 为什么每一家说的都不一样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一条龙式的咨询和服务 才能够帮助更多来自中国的顾客 省时又省钱